黃珊珊今這個禮拜的發文 你不覺得就很有趣嗎 他似乎是認同柯文哲 用所謂的准用都跟條例的方式 送給金華誠20%的榮獎嗎 那你為什麼不敢出來講 你知道我們的那個 那個金華誠的那個陳情書啊 上面除了寫給 市長柯文哲之外 寫給督導的副市長彭震生 他還給黃珊珊呢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哎呦 不是黃珊珊督導的業務 為什麼要特別給黃珊珊 哦你說因為便當會他在 所以要給他 可是你知道便當會 另外一個副市長蔡平坤也在 金華誠就沒有把陳情書給他 所以他們覺得黃珊珊是有影響力的人 是重點人物 因為黃珊珊有影響力 柯文哲信賴他又是資深的議員 對這種都市計畫一定最了解 又是律師送給他嘛 請他來幫忙 對所以黃珊珊為什麼到現在 都不敢去告訴大家 到底沈慶金有沒有找過他 朱雅一甫有沒有找過他 柯文哲在核定要給金華城 20%的榮獎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是他現在臉書的這個態度 說告訴柯文哲說 沒問題啦 給他沒有問題 因為中央說20%的榮獎就是我的權利 就是我們的權利 你就給他吧 給他吧 所以就出事了 我覺得黃珊珊必須要告訴大家 而且我都覺得他跟黃國昌兩個人 鄉庭抗議 你知道嗎 他們兩個現在在同時間講同樣的話 要都是要讓柯文哲講說 你看哦 現在可能金流的部分 還不那麼確定 那我啊 我黃國昌跟我黃珊珊 我們兩個都有發言哦 黃國昌做這個實質的 這個這個小草的論壇哦 找小草出來做座談 跟小草講說這個 龍基的爭取是沒有問題的 啊黃珊珊呢 沒有這個動員能量 所以他就在臉書上面去講這件事情 一樣都是在表態 而這樣子的表態 到底是所謂何來 剛剛我們講的 動員小草給司法壓力 然後 謀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另外這不是這兩個人 在為了民眾黨 在後柯文哲時代的黨權之爭 在鬥爭 民眾黨現在終於想通了 因為他們金華城這案 他們之前都在 把錯推到彭正珊頭上啊 說那個張是彭正珊蓋的 跟阿北沒有關係 但我們所有人在講嘛 彭正珊只要說 他受到市長指使 你這案就結束了 因為你已經都承認 這是非法 這是違法的嘛 所以他們現在轉彎 180度改口 說沒有我有法條 他們這個援引 一個是援引這個都市計畫 台灣省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 另外一個黃山市援引 台北市都市計畫 這個自治條例 第25條 說我地方政府本來就可以 在細部計畫給容積 給到20%的容積獎勵啊 所以議員好像你是不是已經有在你的臉書有PO文打臉 嗆說民眾黨念書犯法是不是啊 對是民眾黨叫他們念書很困難是吧 這些東西大家都找得到的事情 為什麼可以白紫黑字公然說狹話嗎 剛剛剛剛講的就是說 柯文哲在面對金華城容積案 他一開始的反應是什麼 一開始的是所有議員對他的質疑他都不予承認 他都說他不知道 他都說合法 他都說都委會審理的對不對 那今天這個檢察官開始約談他 甚至收押他的時候他怎麼說 他說我都不知道 怎麼樣 我是市長 我不是都市計畫專業 都是都委會委員省的 都是都發局同仁專業去處理的 結果馬上就被打臉 因為他這樣子的處理方法 就是所有都發局同仁跟都委會 都委會的委員要去承擔 可是都發局的同仁 一定會把這整個過程當中 從第一屆柯文哲不同意 大家也都跟柯文哲一樣立場 到最後柯文哲改變的態度 把所有的證據拿出來 都委會的委員也會全部 把自己在審理過程中的意見 全部跟這個檢察官來報告 所以柯文哲就沒有辦法再說 我不知道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逃避自己的責任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民眾黨或者是黃珊珊 現在要回過頭來講說 我給精華成20%是合法的 沒有違法 而且這個合法 還是你中央政府的規定 說我地方政府 容積獎勵可以給到20%嗎 那就如剛剛所說的 他們所引用的法律就非常的好笑 第一個 昨天民眾黨所做出的懶人包 真的有夠懶 那我腦袋都不用問一下 連台灣省跟台北市都看不清楚 而且甚至在裡面做懶人包 多少人都要選台北市的議員 如果連直播看不懂你憑什麼選議員 我當然就開槍了 如果你都不知道台北市 第一個是首都 第二個是直轄市 台灣省的自治條例就不會是台北市用 再來第二個 台北市有台北市自己過去 我們自己有施行細則 後來施行細則被指之後 台北市針對我們的圖管條例 我們是有自治條例的 所有的要給各個區域的容積獎勵 都規範在圖管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給柯文哲你在過去 你想給金華城 剛剛我們講的這三個條件 包含移居城市 任性城市 包含智慧城市 你覺得全台北市都適用 那你去修改圖管自治條例 圖管條例要送到議會來通過 通過之後就是全台北市適用 結果你沒有修改啊 你沒有修改之後 你用這種行政裁量的方式 偷偷摸摸 讓金華城不是都根區域 准用都根條例 送給金華城20% 然後你現在講說 這個是中央規定的20% 然後所以我給他20% 沒有錯 我就問你啊 中央規定給20% 可是為什麼你獨厚給金華城20% 你不是修圖管 讓所有的全民共享嘛 所以現在大家就責你柯文哲的是說 為什麼你獨厚金華城 黃珊珊這個禮拜的發文 你不覺得就很有趣嗎 他似乎是認同柯文哲 用所謂的准用都根條例的方式 送給金華城20%的榮獎嘛 那你為什麼不敢出來講 你知道嗎 那大家現在在懷疑 或者是說 我們在看過去柯文哲 在面對議會議員的質詢的時候 他曾經講過 金華城的榮記就是392% 要560%就是拿錢來賣 那為什麼第二任的柯文哲 會大放送你知道嗎 變成阿拉丁神燈 要五毛給一塊你的心力 柯卑卑幫你達成 這是非常怪異的 那其中有一個關鍵的人物 因為林青龍林周明都離開了嘛 那柯文哲的第二任 2019年金華城也有陳情 那時候的彭震生 那時候的黃錦茂 也沒有處理這個案子哦 一直是到2019年10月 黃珊珊上任的副市長 2020年的3月 映小威重新便當會 3月17號金華城的陳情書 送進來之後 柯文哲就直接交辦給都法局 然後都法局上簽 柯文哲說對 就把這個案子重新送到都委會討論 就從這個關鍵點開始 那其中有一個最關鍵的人物是誰 你知道嗎 映小威一直都是議員嘛 彭震生也一直是副市長啊 黃錦茂也2019年就上任了 最新上任的是誰 2019年10月上任的是黃珊珊 哦 而且三次便當會黃珊珊都在 第二個 你知道我們的那個 那個金華城的那個陳情書啊 上面除了寫給 市長柯文哲之外 寫給都島的副市長彭震生 他還給黃珊珊呢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不是黃珊珊都島的厭惡 為什麼要特別給黃珊珊 對 因為便當會他在 所以要給他 可是你知道便當會 另外一個副市長蔡平坤也在 金華城就沒有把陳情書給他 所以他們覺得黃珊是有影響力的人 是重點人物 當然是啊 因為黃珊珊有影響力 柯文哲信賴他又是資深的議員 對這種都市計畫一定最了解 又是律師送給他 請他來幫忙 實質影響力哦 對 所以黃珊珊為什麼到現在 都不敢去告訴大家 到底神慶金有沒有找過他 朱雅一甫有沒有找過他 柯文哲在核定要給金華城 20%的榮獎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是他現在臉書的這個態度 說 告訴柯文哲說沒問題啦 給他沒有問題 因為中央說20%的榮獎就是我的權利 就是我們的權利 你就給他吧 給他吧 所以就出事了 我覺得黃珊珊必須要告訴大家 因為如果從他臉書上面的態度來講的話 我非常懷疑柯文哲之所以起心動念 之所以認為給審慶金20%沒有問題 就是黃珊珊建議 但黃珊珊到現在不敢去回應這件事情 剛剛這個吳貞有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2020年9月的時候 金華城收到 都發局收到金華城的都市計畫草案的時候 細部草案的時候 你知道都發局第一時間是退回的 對不對 他9月21號 2020年9月21號 他收到之後 他是把它退回的 對 可是他退回的原因就是你剛剛講的 是法性 對 因為是法性有疑慮 你不是都根區域 結果你全部都用都根的方式來爭取龍獎 你這司法性有問題 不行 我給你退回 9月21號退回 9月21號同時間 同一天喔 黃瑾茂 就簽批一個說幫忙召開專家學者會議 幫金華城來看專家學者會議 來討論他要怎麼樣去爭取龍獎 所以這件事情有兩個點 第一個是說黃景茂知不知道有 司法性的問題 他知道 但黃景茂知不知道這件事情要幫到底 他知道 所以 這個 我們的專業的公務人員 其實都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是麻煩的 而且是有司法性 可是他們被掐著脖子 誰給他們力量掐著脖子 市長也許是一個力量 但是誰給市長說可以這麼做 可以把忙幫到到位 可以做到這麼做 我就認為是黃珊珊嘛 所以你黃珊珊到現在 你躲在臉書後面 然後你不出來講 你到底在這個案子的態度是什麼 審慶金請你幫了什麼忙 你給了什麼樣的建議 你應該要勇敢的講清楚說明白啊 如果你覺得20%榮獎給的沒有問題 你就應該要出來講說 柯文哲給20%就是我建議 而且審慶金那時候申請 轉用度跟條例被歸一些 也是我跟柯文哲建議 叫黃瑾茂去開專家學者會議 來幫忙解套的 你這樣才有氣魄嘛 不然你現在解這個東西 都是廢話 因為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要真的要幫柯文哲爭取無罪 黃珊珊講的這些話要在哪裡講 不是在臉書上面講 應該是他的辯護律師 在法庭上面講 對不對 那黃珊珊沒有這麼做 黃珊珊現在就是要動員 而且我都覺得他跟黃國昌兩個人 相亭抗議 你知道嗎 他們兩個現在在同時間講同樣的話 都是要讓柯文哲講說 你看 現在可能金流的部分 還不那麼確定 那我啊 我黃國昌跟我黃珊珊 我們兩個都有發言 黃國昌做實質的小草的論壇 找小草出來做座談 跟小草講說這個 龍基的爭取是沒有問題的 啊黃珊珊呢 沒有這個動員能量 所以他就在臉書上面去講這件事情 一樣都是在表態 而這樣子的表態 到底是所謂何來 剛剛我們講的 動員小草給司法壓力 然後謀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另外這不是這兩個人 在為了民眾黨 在後柯文哲時代的黨權之爭 在鬥爭 在後柯文哲時代的黨權之爭